你曾經在電影或新聞當中 看到很像真人的人型機器人嗎? 你會期待在不久的將來 跟這種機器人一起生活或工作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人型機器人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那些在科幻電影 或是Cyberpunk類的作品裡面 那種機器人反撲人類的劇群 會不會有一天真的發生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呢? 事實上,現在真的已經有不少人 正在研發超高擬人程度的人型機器人 而且運用的範圍很有可能已經超乎很多人的想像 包含可以滿足最私密生理需求的性愛機器人 欸!所以這些機器人 已經會慢慢開始要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嗎? 他們會不會不小心就脫離了人類的掌控 反過來控制我們的社會呢? 在正式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按照慣例,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工薪剪輯術》的6月限定優惠 這堂工薪剪輯術跟大多數的剪輯課不一樣 不是著重在軟體技術 而是著重在教你怎麼剪出讓人想看完的影片 這堂課的講師阿滴 從英文教學影片起家 持續地跨足各種類型的影片 還進化到成為了創作者協會的理事長 而這些經驗全部都會不藏私地交給你 尤其現在主要的社群平台 不管長或是短都離不開影片形式 了解剪輯的思維、掌握做影片的know how 在現在真的是一個重要的技能 現在就點擊資訊欄的網址 把握6月的優惠碼啦! 人型機器人用最直白的解釋 就是有著人類外型的機器人 但是在英文裡面 像人的機器人有Android 跟Humanoid這兩種不同的說法 這邊所說的Android 並不是手機安卓系統的小綠人 而是指那種外型完全模擬人類所做的機器人 有類似人的皮膚、頭髮跟身材比例等等 例如影集西方極樂園裡面 那些跟真人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就可以被稱為Android 最常見的這個雙文翻譯叫做仿生人 而至於那些只有部分特徵向人的機器人 不管你人的程度的高低 我們都會統稱叫做Humanoid 或者是Humanoid Robot 有人會翻譯成叫做類人型機器人 例如電影機械公敵裡面的機器人桑尼 或是你可能在某些機場、商店、餐廳裡面看過的 Pepper 機器人都可以被稱作為是類人型機器人 你可能在一些迷音或是梗圖上面看過 這個笑得讓你心裡發寒的蘇菲亞機器人 它是由香港漢森機器人公司 在2016年推出的人型機器人 而2017年還被沙烏地阿拉伯賦予的公民權 蘇菲亞曾經上過許多知名的談話性節目 甚至還來過台灣 而為了可以自然跟人溝通和互動 蘇菲亞具備了人臉辨識和語音辨識的功能 可以做出多達60種不同的臉部表情 而打造蘇菲亞的公司認為 這種機器人未來可以被應用在 機療、教育、大眾運輸或一般的零售業 例如可以擔任客服員的角色、回答人們的問題 第二個要介紹的人型機器人 是號稱目前最接近人的Ameca機器人 它是由英國的Engineer Arts公司 在2021年所發表的人型機器人 Ameca雖然沒有像蘇菲亞那樣的肉色皮膚也沒有頭髮 但很多人認為,他的臉部表情 已經比蘇菲亞更自然、也更像真人 而他之所以可以那麼像人 是因為Ameca的臉部表情、肌肉、皮膚紋理的運動 是藉由3D掃描真人的動作模擬而來的 除了Ameca這種著重在動態表情的機器人以外 其實早在2018年,Engineered Arts他們的公司 就推出了一系列擁有擬人皮膚、毛髮等MessMert仿生人 如果我們遠遠的看到他或快速的掃描照片 其實看起來還真的很像真的人 好的,那看完現在長得最像人的機器人之後 接著我們要來討論是 如果這些人型機器人要運用到生活中 可能會遇到哪些爭議? 剛才介紹的幾款人型機器人、仿生人 雖然都蠻酷的 但還是處在展示性或娛樂性大於使用性的階段 他們的出現,雖然可以引起公眾討論性目光 但如果要廣泛的運用在社會上 都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克服 以實用性來說,目前有用比較多的 或是已經有販賣給一般消費者的機器人 擬針的程度,通常都還沒有很頂尖 但即便是這樣子 現在還是有很多產品讓人驚豔 例如我們特別想要提出來討論的性愛機器人 2017年,美國Abbis Creation 公司 研發出了全球的第一個性愛機器人 而這幾年,他們發現疫情爆發之後 訂購性愛機器人Harmony的人,有明顯的變多 而這種Harmony機器人,除了有人型的外表和擬人的皮膚之外 甚至還有體溫 購買的人,可以客製化選擇自己喜歡的機器人外表和聲音 而它內建的人工智慧 可以記憶使用者的喜好,跟使用者聊天 使用者還能透過跟機器人連動的App 選擇機器人的個性跟當天的心情 然後展開歡樂的體驗 不過,雖然這種機器人可以滿足某些人在肉體 甚至是精神上的需求 但這在倫理以及法律層面,還是非常具有爭議性 以性愛機器人來說,他可能會遇到挑戰,算是特別多的 例如,性愛機器人會不會增長物化女性的風氣? 或者是,我們要把這些機器人當作物品還是人? 而這些機器人應該要被賦予人權嗎? 那假設我們不特別針對性愛機器人 如果是要討論其他有居家照護功能的機器人 大家也還是會有疑慮 像是在資安方面,就有人會擔心 機器人所蒐集到的那些個資,會不會被外洩或濫用 或是機器人是不是會成為有心人士犯罪的工具? 那如果機器人犯了罪、殺了人 這個應該要由誰來承擔這個罪呢? 另外,從人性、心理的角度來看 如果機器人伴侶已經可以符合我們的期望 那麼未來,會不會有更多人寧願尋求機器人的陪伴? 人與人之間反而更疏遠了呢? 這邊更深一層的人性挑戰 可能是當機器人做得越來越像人之後 有些人的內心會出現 我是不是會被機器人取代的恐懼? 而這邊的取代,不僅僅是工作被機器人取代而已 還有身為人類的獨特性,被機器人剝奪的感覺 對人型機器人會有恐懼的問題 這個我們之前在《恐怖股理論》這支影片中 已經有詳細介紹過 簡單來說,這個理論認為 我們對於越像人類的東西或動物好感度會越高 但如果有個東西乍看之下很像人 但又不完全是人的話 反而會越看越覺得恐怖 那你也許會想要,根據這個理論 只要把機器人做得完全跟人類一模一樣 我們對它的好感度,不是就能達到最高了嗎? 理論上是這樣子沒錯 但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 機器人要做到完全看不出破綻 對現在的科技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就連目前業界最頂尖的Engineered Art 公司 它的創辦人威爾·傑克森都曾經說過 在打造人型機器人,首先要認清的是 我們不可能做出完全跟真人一樣的機器人 這邊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於 我們的人體結構、語言系統、跟社交互動方式都非常複雜 舉例來說,有時候機器人接受訪談的時候 記者如果隨機拋出一個沒有先塞好的問題 機器人通常就會一機筒壓講、答非所問 或是講出一堆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的話 目前看來,人型機器人似乎還是很難跳脫恐怖谷的宿命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這麼努力 想要把機器人做得越來越像人呢? 首先,機器人有人型外表的優點是 使用者可以直接用擬人的方式跟他們互動 我們人類有很強的社會性 大腦天生就擅長跟同類互動 相對的跟一些非人類的對象 像是跟動物互動的時候 大腦就需要重新花時間、重新學會不同的交流方式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機器人長得像人 我們可以很直覺的 直接把我們最熟悉的社交技巧跟規則 運用到機器人身上 例如說點頭就是代表同意 搖頭是不同意、嘴角上揚是微笑等等 尤其我們在傳遞訊息的時候 通常不會只靠口語或文字 同樣一句需要我幫忙嗎? 眉開眼笑的看著對方 或是眼睛根本沒在看 接受到的感覺就會差很多 所以如果機器人可以有眼神的交流 或是更多肢體動作 人類就會覺得機器人更好接近 覺得他們更有人性 這樣他們在執行某些工作的時候 會更有幫助 例如現在的人型機器人 可能有機會幫忙補足 長照領域人力不足的問題 在一個2019年的研究裡面 研究人員發現 越像人的人型機器人 越能獲得年長者的青睞 讓長者覺得很開心 或是人型機器人 也有機會協助治療自閉症兒童 這些孩子的社交障礙 常常會顯示在很難理解別人的非語言溝通 但相對科技產品、興趣可能還更高 所以對他們來說 可以不斷重複單一的動作 而且表達很直接 還不會感覺不耐煩的機器人 就是一個很好練習互動的對象 目前已經有不少的研究顯示 透過機器人協助 確實可以有效提升自閉症兒童的社交技巧 科技的發展有時候超乎我們的想像 就像是20年前的人 也不可能想像得到20年之後 幾乎是每人一台智慧型手機 10年、20年之後 會不會每個家裡都有一台人型機器人 我們不敢說絕對不可能 但目前看起來是很有挑戰性的一件事情 當然,研發人型機器人 帶有一定的風險和隱憂 科幻電影和Cyberpunk的主題 也是藉由強調這份隱憂 激發我們思考人類到底想過怎麼樣的生活 但是同時,科技產物的好壞 終究還是取決於人心 就有點像是智慧型手機 雖然助長了網路成癮和一些心理健康的問題 但同時,手機確實帶給我們很大的便利 所以,我們還是願意樂觀地相信 機器人如果運用在對的地方 其實還是有機會可以對人類社會 帶來很正向的幫助的 好的,那最後就要來問大家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人型機器人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什麼是Cyberpunk以及恐怖古理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